名譽法師 名譽法師 以及我們的文言福報的支掌 以及各位的評審 以及各位得獎人 以及各位貴賓 在這邊我們也來了很多媒體喔 都是我們中華社團領袖聯合組會的媒體顧問團 都到場了 非常感恩你們 那我在這邊要講的是 我非常感恩名譽法師 他長年看到了我 支持了我今天 那我也感謝人間福報 我在2014年 2018年分別在佛光山 以及佛光園的各長 那新人法師 也是吳伯雄 他長年 支持我40年的公益 然後呢我 因為這個聽緣聚會 認識了如常法師 所以給我很大的機會 在佛光園 以及美術館 在佛光山的展主 剛剛碰到很多的同事 很多的佛光園的朋友 大家都非常的支持 鼓勵 今天我在他這邊 我想我從事了幾十年的公益之外 我是都是 但願眾生得理 不畏己身求恩呢 因為人生是無常 大家必須把握當下 如果大家都是成就 我們的人 那我呢 已經幾盡鬼沒關 大家看到我站在這邊 其實二十年前的我 已經是 已經是病人很高 結果你看我現在講話 總總是 有些時候是有幸福力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那麼多人的鼓勵 支持 所以才有今天的小小成就 我想人生的目的 不是在他的深度 不是在他的長度 是在他的深度 生活的目的 不是在於富有 而是在充實 因此呢 我想我先生在三十年前 得了BMI 生命率只有六年 但是我先生是世界上最窮的人 但是我遵照我先生 你一定要出名 寫書法要出名是他的 但是我受到很多很多朋友的鼓勵 尤其媒體 今天來的很多的媒體 都是我們的團隊 尤其是人間福報 2014年 頭版新聞 那我覺得說我們更要做更多 得這個獎也感恩明法師 明法師說你必須做更多事 我說對 我要站出來 因為我想我獎得那麼多 獎得那麼多 就代表說你本身你就要做得更多 那我們要需要去幫助社會 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我這個四十年公益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成就 支持 我會繼續的努力 以慈悲喜捨的精神 用一用我們的影響力 我們的吸引力 我們的親和力 在國際間 所以我剛中華來夏威 教了二十幾個國家的 在寫福字 就是因為希望大家把福記 帶到世界每一個國家 所以如果我經常在這個幾十年 我去了十幾個國家 那都是在宣揚文化 宣揚中國的文化 居然是促進世界文化 以感恩這個社會 人生的無常 要把握自己的當下 所以我的先生 一定要出名 出名做什麼 你一定要去幫助社會 需要幫助的人 在這邊 其實我真的很感謝人家 很早很早就報道我們事情 那然後讓民意法師 讓各界的報酬 的報道 尤其現在來現場 叫你會活完 二三十年間 他做了遠三飯店發揮 現在又站在台下 所以在這邊有很多法訓時報 很多的報社的聯訪 所以很感謝你們 所以我們要做更多 這邊就祝福我們現在 今天的所有的得獎者 我們要給人希望 給人力量 給人幫助 所以呢我們會結合力量 尤其我要感謝企業界 所以威剛集團 還有PD集團 他們成就了我 他看到了 希望我去做國際公益 所以今年度 我會在威剛集團的 辦公大樓內湖 我們有一個100坪 永久成立的立書館 那我們要做更多更廣的事 所以威剛集團 他看到了 他說 只要我需求什麼 PD集團 一定支持到提官 這一件我就